西医的 没办法的 西医它是代表科学 它对人类健康是有贡献的 这不能抹大 但是 慢性病 高血压 糖尿病 癌症 老实讲 西医是没辙的 从哪边知道它没辙 高血压永远治不好 靠药控制 糖尿病永远治不好 靠药控制 它就是没辙 素丑无策 只能靠药控制 回到饮食 我们的饮食 我上来高血压停药 让你糖尿病停药 不是直接让你停药 停药才叫真健康 靠药维持健康 那叫假健康 你迟早肝胜受死 这点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必须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怎么样能够善待你自己身体 你身体会回馈给你的 第一个 你必须让自己好好睡 千万别咽尿 可能晚上咽尿几次 爬起来上厕所 一次 两次 三次 那怎么会对呢 咽尿就是一件很大的错误 我们假设你一叫到天明 你精神是百费的 你一讲得咽尿三次五次 我可以跟你打包票 你早上是赖床的 你是起不来的 精神是威靡的 为什么 它打断了你的睡 对不对 晚上是虚物内脏很重要的 还经时刻 你千万不能打断它 你一讲这天天咽尿养成习惯 你千年可以活到一百岁 结果呢 你只活到八十岁 为什么 因为你天天咽尿 要怪你自己 晚上的虚物内脏就是 就不一半而已 没有虚物完成的 你尽量被打断 所以是如何让自己不咽尿 就是健康长寿的第一要点 怎么样做 第一 八点半之后别喝水 你口口怎么办呢 虽然水果解渴不行 水果能解渴的 水分不多的 解渴没问题的 不会让你咽尿 对不对 先把睡前不喝水 先把这个药爵给它抓紧 第二个 有人说老师啊 我也是不喝水 那我还咽尿 有没有救能 有的 它体质偏虚 它叫做虚症 白症 白症 平尿 多叫虚症 虚症怎么办 你要吃补性食物 补性食物是什么东西呢 黑芝麻 红枣跟栗子 糖枣栗的栗 你把黑芝麻 准备一克到两克 黑芝麻 千万不要买芝麻粉 粉分贪图方便 买芝麻粉啊 芝麻粉怎么会对呢 我们跟会介绍 苹果榨汁 不多久就黑掉了 芝麻磨成粉 接触空气久了 它不氧化 它肯定氧化了 对不对 芝麻要现抹现用的 怎么买芝麻粉去了 没有概念 所以因此芝麻必须要整理的 要用的时候 买个眼磨器 没有眼磨器用擀面粉擀一擀也可以 擀面粉也可以擀破的 也可以的 对不对 芝麻一克到两克 红枣三五粒 那个板粒 不要买糖草的 一般生的板粒 三五粒就行了 这个都叫做补性食物 在三餐里头 放在你的饭里头去一起吃 然后呢 一段时间过后呢 虚性体质慢慢就改善了 改善就不品尿了 不会腌尿了 从这里下手就对了 这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跟各位的 做一个分享 再一件事很重要 就希望大家排便指向三次 很多人排便一次 方老师我每天要排便 我排得很好的一天一次 不是讲你不好 一好你排便一次 你是维持现状原地踏步 你的双痛改善不了 对不起 你是原地跨步 你排便一次 你要想把你双痛改善 你必须排便三次 你才有可能的 因为排便三次 代表它就能排便 你排便一次 谈不上牌子 谈不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 排便指向三次 如何排便指向三次 这一点重要 要回到你的三餐饮食结构 你三餐饮食结构很重要的 好 这一杯是胡萝卜苹果吃吗 好不好喝 好喝 好喝要给他一个掌声 他很辛苦 那好 我努力谈也很辛苦 给他一个掌声 他很辛苦 他不是志工 都是志工的 可以当贡献 好 好 我们就跟各位讲 如何排便到三次 你只要能够排便到三次 因为饮食已经到位了 你会越来越年轻 导致你的皱物会减少 导致你的汤会退 你的黑汤会退 你的黑汤会退 眼色慢慢的透白 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排便 能够到三次 第一个要诀 你喝水喝什么水 这点重要 你要喝鱼心草的红枣汤 臭臭臭 鱼心草 达人世界都有卖 鱼心草 鱼心草 鱼心草是定料 又通便 好 鱼心草红枣汤 你必须要喝上 第二个 你必须要吃到通便水果 一个木瓜 一个火龙果 这绝非 一三五吃木瓜 吃两次 火龙果二十六日吃两次 吃了时间点绝对不能再饭后 请记得一件事 饭后吃水果 你不是养生族 养生族的人很清楚的知道 饭前吃水果 不可能是饭后吃水果 你饭后已经吃饱了 你吃水果只会脏气 你不可能吃多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的水果一定要把握住 一天要吃两次 吃水果比吃要好吃 对不对 你一定要吃水果来养生 我们木瓜它通便 火龙果也是通便 你要抓紧这两个 那我们吃的克数是200到250克 在上午的十一点 下午的五点 然后二十六日也是一样的 上午的十一点 下午的五点 吃了火龙果 这两次的水果 我们可以帮助你通便 一天 从一次为变三次 再一个是什么呢 你三餐的饮食结构 不时 必须抓紧两点 一叫粗纤维 二叫更精类 粗纤维是指什么呢 芹菜莲藕 这叫粗纤维 要吃多 它促进你肠道蠕动 竹笋卤笋也叫粗纤维 你必须吃多 芹菜也叫粗纤维 凡事纤维粗的多叫粗纤维 你要吃多 当初你肠道蠕动 第二 你必须吃 那你大便的量会变多的 那叫什么 那叫根茎类 地瓜吃多了 排便肯定更大条 对不对 大家是有经验的 地瓜就是当初你通便的 增加你变量 跟地瓜同样的是什么 就是马铃薯 这是芋头 对不对 这三药 地瓜 南瓜 芋头 马铃薯三药 这是我们的家庭 只要你固食结构 有粗纤维根基内 且能够喝到鱼心草红枣汤 鱼心草用一两 干了一两 红枣十五粒 切开必须留止 加水加三千细细 苦内以后 稍后煮二十分钟 预炸干水喝 往上喝的时候呢 请记得不能喝在睡前 要喝在八点半之前 加点蜂蜜 你假设没有糖尿病那大 蜂蜜是润肠的 有糖尿病的蜂蜜就不加了 然后鱼心草红枣汤要喝到体重的公斤数乘40 体重的公斤数 60公斤的人乘40 你要喝到2400 平均公佩 取舱一次500 上午10点500 下午3点4点半够500 晚上8点半再来一次 就够了 希望大家要把握这个要诀 排便一定要指向三次 这一点很重要 是什么呢 希望大家要把握到一个重点 就是锻炼的机会 为什么大姐保持很好 因为她那天天锻炼 对不对 我大姐是大我几岁的 大我几岁 四岁 我现在六十七 六七岁 大我四岁 三岁多 让她皮肤比我更好 她皮肤比我更好 因为她为什么她能够这样的导致她的那个状态 因为她天天做运动 这很重要的 天天运动很重要的 养成天天运动 你老年来的时候呢 你是能够想老狐的 很多老年人啊 一个天一个地的 他已经告诉你这辈子 你前半辈子做什么 晚年是全部告诉你的 你前半辈子做错了 该做了没做了 你晚年啊 你是很辛苦的 做轮椅的 这里伤得你痛的 没有心思去玩的 何人就抱怨的 对不对 你假设能够平常啊 能够有锻炼 身体没有穿透 哪边多好 你是逢人笑嘻嘻的 你是能够反应世界的 你是可以想老狐的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锻炼 关键在锻炼 你必须要锻炼 锻炼很重要的 锻炼意味着 你的循环加快 血液循环 红水球 攜带氧气跟氧粉 输送全身内脏加快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养成一个 锻炼的好习惯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假设说 你能够有锻炼 能够排便靠饮食的结构 一天有排便三次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三餐饮食 又能够有所节制 偏向于素来吃 未来生病几率一定是低的 一定是低的 那可以想象得到 用这样的方式呢 能够跟大家互相的勉励 我们这杯可以拿到后面去 家里去 在那边氧化掉 好 我们现在需要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回春精一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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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